6月4號當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推特 譴責中共六四屠殺 週四晚 美國國務院發聲明 今年六四表示將繼續支持中國民眾的抗爭 美國國務院聲明說 6月4日 那些並肩站在一起的勇士 他們的勇氣提醒我們 絕不能停止尋找當天事件的真相 包括全面統計所有被害、被拘留或失蹤者 聲明還說 美國將繼續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這是他們要求政府尊重普世人權 我們紀念32年前的遇難者 並向今天面對政府鎮壓 仍繼續努力的勇士致敬 針對香港警方 今年再次禁止民眾悼念六四 國務院聲明說 天安門示威活動 和香港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鬥爭相呼應 而當局禁止香港 為紀念天安門大屠殺策劃的燭光悼念 週五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推文說 6月4日是中共在天安門廣場致命鎮壓32週年 數千抗議者只是要求尊重其權力和自由而被殺害 人權是普世的 所有政府必須保障和促進人權 新唐人記者 畢星慈 江利亞綜合報導 好